一直在老干爹 果然是一拿了安妮 那这样一来的话 龙女很有可能会被CC拿掉 老干爹这边一手辅助场了安妮 龙女被拿掉之后的话 看一下CC的打野位会选择盲僧还是蜘蛛 没有努努的情况下 目前这两个打野位是最受欢迎 应该是盲僧吧 果然又是盲僧和蜘蛛 那么老干爹这边 你拿了蜘蛛 那么我这边就准备拿盲僧 我们接下来再猜一下 其实在国府 就是被可以说是玩烂的英雄 有王僧 EZ 瑞文 这三个是 基本上你好像 你只要是一个 你去到电信一的白金段位以上 你只要是一个玩家 你必须最起码要会这几个英雄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基本上好像确实是 都能看到 但是我这两天玩瑞文 就是被人一顿暴揍 因为好久没有打这个英雄 被吊打了吗 差不多 被吊起来打 我看到谁我都想跟他拼 然后老是拼不过 你想太多了 就是我打的太随性了 枪炮你想太多了 我也觉得 不要冲动啊 我跟他说我看 我好久都没有玩 最后如果我技能放错的话 有本事你来打我 就来打我来 还把我杀了 不是 枪炮你应该这么说 我这个人呢 平时就说英雄玩的不太好 技能个技能的话可能也是放的不太准 我这个本来就谦虚 但是如果对不对 我放的不好 然后有的话说的不好的话 有本事你来打我呀 我就出不了这个游戏风云的这个 少说出不了这个电竞馆了 那个就是 哎 差不多 下班别走 差不多 我来找你 那么来继续看一下阵容 那么刚才由于CC已经拿了打野 你已经拿了蜘蛛了 盲森肯定是我的了 我不着急的去选吧 对对对 我先选抢一下那个EZ 根本就不用抢了 对奥巴马已经被搬了 那么我拿了EZ之后 你这边要拿的ADC 就是不是目前一流一线的ADC了 拿了一个小飞机 是要拿 这里的话 看一下老干爹的最后一手 他们的上单应该也是在 想到底是打一个牵制 还是打一个团战 打猴子的话肯定是打团的 然后奥拉夫又不让选 对 是默认班 扎克的话也是打团 鳄鱼也是打团 如果拿漫王的话 应该是要去打一个牵制 应该是鳄鱼吧 对鳄鱼的可能性会高一些 因为中路拿了锐纹 现在是需要前排 然后CC这边的话 是上单龙女打野蜘蛛 然后拿了一个 老牛加飞机的这样一个下路组合 我好像 就是好久没看到 飞机了 对 飞机因为他会走了 他怎么了 就是为什么 就是现在好像 被削了一次 原来是这样 主要是被削了一次 他的大招的导弹 释放的间隔被增加 然后还有一个是Q技能 对这个伤害 所以 被削弱了一点 就是我以前还是看 就是拿飞机还比较多 现在就是不太常见 飞机最早的时候很火 然后被削了一次之后 其他英雄像维鲁斯 这些被加强了 阿们